上一集就为大家介绍了耶稣的诞生和平安夜 今集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布置圣诞树 送圣诞礼物 和愉快的圣诞聚餐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subscribe去订阅我们Story 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相传在1510年 拉脱维亚的李嘉仁在广场上放了一棵大树 上面挂着一块写了八种语言的牌 向大家宣告全世界第一棵圣诞树 就在李嘉仁都有人说 在16世纪的时候 德国人最先将松柏枝拿到屋内摆设 然后拿苹果 饼干 纸花来装饰 就好像今天的圣诞树装饰一样 后来 德国传教士马丁路德 将蜡烛放在树林中的棕树枝上 再点燃它 好像在引导人们到百里行的星光 如今已经改用了小灯泡代替蜡烛了 哇,好丰富的晚餐 好丰富 在圣诞节,西方人准备传统餐点 就好像我们吃年夜饭一样 全家人共聚一堂吃团圆饭 为什么在圣诞节要送圣诞礼物呢 有人说 当初耶稣降生的时候 洞放三位占星术士送礼物给他的爸爸妈妈 后人就跟着做了 也都有人说 以前有一位贵族 他的妻子因为生病而过世 从此他就跟三位女儿相依为命 但是 这位贵族不懂得理财 没多久就把钱洗光了 被逼官家去到乡下的农舍 几年之后 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但是贵族很难过 他没钱帮他的女儿买嫁妆 就在一个平安夜里 三位女儿讨论起嫁妆的事 老大就出主意了 我们将场物挂在壁炉前面 或者会有奇迹出现的 于是 他们挂起他们最喜欢的场物 并且祈祷 希望明天一早就可以见到 物里面装满很多东西 声人尼古拉斯听到女孩们的讨告 飞到他们家的烟囱前 拿出口袋里面三小包黄金 普通普通普通 黄金从烟囱跌入女孩的墙物里面 第二天一早 女孩发现黄金足够买嫁妆了 高兴得不得了 好开心 嫁得出了 从此 大家双入在圣诞节互赠礼物了 小朋友啊 每年的12月25号 都是举世欢腾的圣诞节 对于基督徒来说 他是庆赫耶稣诞生的大日子 而对于不是基督徒的朋友 他也是人爱和平的日子 家人和朋友之间相聚 互相祝福 互赠礼物 将爱传播出去 是一个温馨的节日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和留言告诉我们 在这里祝大家圣诞之快乐 有一个美满温馨的冬日假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